主要是我父母親的家庭、家教也 重點就是放在知恩報恩 受恩人,所以一定要記得報恩 想起50年前,如果沒有新加坡這一份 真不講現金 我就沒有今天的虛弱 我肯定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 不過那時候非常幸運的 能夠來到新加坡政府 因為如果沒有那個機會 也就沒有機會在國外出現 也因為有的那個獎金回來的時候 都在新加坡,都在政府部門進了 所以這幾十年來 當然好多次都有私人企業 所以為什麼不來 中國的時候下海 來當然薪水高得很多,多多少 我們收恩里 新加坡,新加坡政府 一定要清我們的 所以這40年就是這樣過出來 嗯